如果枪械的弹容量就是它的射速 比如M416初始弹容量为30发 那它的射速就是每秒30发 游戏会如何呢 1.机枪超级加强 机枪的弹容量都是超多的 就拿经典模式的三马来说 DP28是47发弹容量 M249扩容前75发 扩容后是150发 MG3是75发 真这么改 它们的射速就是每秒47发 75发 150发 再配合上它们的47和39单发伤害 实际真的太恐怖了 2.栓狙10世纪加强 现在游戏里的栓狙 射速是极慢的 像98K M24 AWM 射击间隔都要1秒多 接近2秒 换算一下 射速就是在每秒0.5发左右 如果现在弹容量就是射速 那它们最少的射速都有每秒5发 晕94更是每秒8发 实力大大提升 3.冲锋枪变相削弱 这么改冲锋枪就彻底没人用了 因为冲锋枪的弹容量普遍不高 普遍出使只有10几20几发 射速就是每秒10几20几发 基本没有太多提升 而且它们的单发伤害也低 而其他步枪机枪提升太大了 不仅射速更快 射程还更远 弹容量还更多 冲锋枪就没人再用了 3.扩容弹侠成最强配件 这么改扩容弹侠才是最大赢家 有了它不仅能提升弹容量 还能加快武器的射速 这么个神级配件是人人必减的存在 小伙伴们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好了我们下期见